拿出地域公造圖 田先生控訴傳統領域 遭亞洲水泥長期占用 因为去年花蓮縣政府 罰款两笔土地所有权状后 重拾信心 带着父亲曾经跟作证据 前往修林乡公所 希望也能拿回原住民保留地 要求修林乡公所不要再刁难 在律师陪同下前往修林乡公所 资料备齐 希望修林乡公所不要再刁难 比照去年案例返还土地 人这物证都有 为什么政府还是这样子刁难我们呢 到现在还刁难我们 像田先生一样被占用的泰鲁格族人 还有许多 雅妮还我土地运动奋斗一辈子的田妈妈 她表示虽然先府与进发环 土地所有权状 但雅妮却装作没有看见 连公所都不愿意主动调查 代理厢长强调 之前的图审小组都不是他亲手 但从现在开始会要求手上承判人 以积极的态度负责 这一次各位的陈警之后 我会要求我们的同仁 我们来促成这个相关资料的取得 你们的权力 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来全力促成 律师团表示 还我土地最大争议就是早期还没划定 公告传统领域 开发根本不需要得到援助民主同意 这些无法塑及既往的政策 让原基法心统虚设 也看不到政府落实转新正义的决心 接着感到麻雅花灵秀灵采访报导